大法官不是上帝啦 大法官我給你對著幹啦 國民黨立委羅志強高分被痛批大法官 因為針對死刑存廢議題 憲法法庭23號進行辯論程序 大法官詹森林更在會中直言 為何一定要和反廢死民意妥協 引發欄尾不滿 說進步的社會回徒使用 我聽你哭哭哭 他跟我說他反對 他有罰的負面 說他要把我騙走 我聽得很感動 但不只欄尾反廢死 就連民進黨立委王世堅 也聲稱廢死是集體虛偽 這是極少數人集體的虛偽啦 廢除死刑等於有權者 去抗被害人之凱 完全破壞我們國家的法治 國民黨立委王鴻威 更發新聞稿質疑 23號憲法法庭 專家學者17份意見書中 只有14份支持廢死 名義上是法庭之友 但根本是廢死之友 那這說法令時代力量主席 王婉鈺相當不滿 國民黨也參與了法庭之友 難道王鴻威委委員不知道嗎 這些團體為被害人所做的努力 絕對比王鴻威委員還多 請不要用政治口水 來玷污了他們的努力 王鴻威反擊自己講的是事實 懶得理王婉鈺 死刑存廢朝野隔空校正 趙超剛則拋出用公投來決定 這個議題其實可以做一個公投的 這個公投滿適合 亞洲的國家幾乎沒有什麼廢死的國家 那歐洲是廢死 但是我的瞭解歐洲很多警察現場 就把那個嫌犯當場就擊斃了啦 堅決的主張死刑規定是核限的 至於是不是廢死 應該由代表民意的立法機關來做決定 過去大法官曾三度解釋死刑核限 如今三十七死囚申請死刑是否違憲 憲法法庭進行辯論 讓廢死爭議再服檯面 最壞三個UNA結果就會出爐